嗨, EVERYONE,欢迎来到守望荷莱坞 媒体评论满分,爱美奖收割机 豆瓣均分9.3 英国卫报百家电视剧第5名 以世界上评分最高的美剧 被列入吉尼斯世界纪录 它就是美剧中的神作绝命毒师 如此优秀的剧作 当然离不开各个演员的神奇表现 绝命毒师无疑是布莱恩·克兰斯顿 这些生涯中最靓丽的一道风景线 该剧不仅让和剧中英雄形象 一举成为全球经典符号 而且让这个浮沉半生的中年男演员 迎来了事业巅峰 但很少有人知道 在成为演员之前 他并没接受过任何专业的训练 最穷的时候甚至露宿在睡袋里 忍受流浪汉和地头什么的骚扰 那么从寂静无名到名扬天下 他都经历了些什么 今天让我们来走进 布莱恩·克兰斯顿的故事 1956年 克兰斯顿出生于洛杉矶 父母都是演员 不过这只是个看上去很美的说法 他的母亲是一位广播生优 而老克兰斯顿 则是个偶尔颤颤系的业余拳击手 因为各种不如意 困扰着这对在生活洪流中挣扎的夫妇 所以表演对他们来说 更多的是讨生活的饭碗 12岁时父亲离家出走 父亲走后母亲几乎每天余酒为伴 并靠食品救济券 勉强拉扯着兄弟二人 最穷的时候 母亲会将训练二人送往祖父母家 但在那里 克兰斯顿不仅不被允许看电视 而且需要靠做家务来换取一日三餐 这种种的不幸经历都注定了 他不会是一个乐观的人 并比同龄人要早熟得多 也许是出于对安全感的向往 高中毕业的布莱恩去读了两年警校 眼看就要成为一名合格的加州警察 布莱恩彷徨了 所以拿到学位之后 他就和哥哥开始了全球旅行 但他们手里只揣了70美元 因此他们穷到只能睡在睡袋里 甚至忍受流浪汉的骚扰 但也正是在这趟旅行中 21岁的他读到了一卜生的海达高布勒 大受震动 决定干点自己喜欢的事 于是兜兜转转之后 他还是回到父辈的老路 不是科班出身 也没有出众的外形 出入行的布莱恩开始白手起家 靠着自己这张标准凡人脸 布莱恩揭发了一系列纸腾片 痣疮膏 咖啡伴侣 调味酱 游戏机的广告 因为这些小厂商们 觉得这样更能让观众聚焦产品本身 2013年 这位工程名就的戏骨 又接了一则毫无存在感的广告 那次的广告主是苹果 貌不惊人的布莱恩 却有着一副好嗓子 继承了母亲天赋的他 化名为李石头 开始了自己的声优岁月 最绝二的英文配音版中 他为黄日华发声 以超时工要赛为代表的 一系列日系动画片中 你都能听到布莱恩的热血配音 不过在演艺圈底层 摸爬多年的布莱恩 依旧处在碰运气的阶段 当时的他处在演艺圈 食物链的最底层 1983年 布莱恩在美剧爱中 唠叨了一个男六号 但三季过后 他就被炒了鱿鱼 而第一个让人小有印象的电影角色 是史蒂芬·史匹博 《抢救雷恩大兵》里 坚持拯救雷恩的独臂上校 2000年 他终于在一部情景喜剧中 担当主演 该剧2006年剧中 七年间拿过七个爱美奖 克兰斯顿也因此 获得过三次最佳男配角的提名 凭借在其中的出色表演 布莱恩在演艺圈 成功晋升至 这哥们看起来有那么点眼熟的阶段 此时一大波温吞老爸的角色 正在向他逼近 布莱恩明白 如果还不做出改变 自己就基本会在20年后 锁定爷爷专业户了 于是在圈内终于有了那么点话语权的布莱恩 这次坚决说了声不 最终他还是阴差阳错 得到了一个老爸角色 谁也没想到 这个第一集就丢了裤子的化学老师 会在日后成为美剧圈中的传奇人物 这部名为绝命独世的黑色剧本 在FX TNT HBO等多家电视台的废纸箱中辗转 最终落到了小众电视台AMC的高层手里 他们觉得这个剧本有搞头 不过这些人中 有人是达不到高款期待的效果 有人则是对这种题材不感兴趣 所以合适人选迟迟未定 直到其中一名制作人 想到了电影X档案中的克兰斯顿 而他也没有让众人失望 不仅演出了人物善恶交织的复杂性 而且也让整部剧集 以世界上评分最高的电视剧 被写入吉尼斯记录 该部作品的导演称 克兰斯顿和绝命毒师是相互成就 因为有他 我才意识到人物无限的可能性 对于导演对他在演技方面的高度赞美 克兰斯顿并没有任何回应 但他提到了对这个人物的理解 他称 这个人物有很多相互交织的性格 就像变色龙一样 在我身上不断变化 调整和移动 当我以为人物的方向 是朝这一方向发展的时候 他突然又转变了方向 就像过山车 永远让人吃惊 2008年 他因此入围爱美奖 并击败了一众选手 拿下剧情类剧集最佳男主角奖 成为当晚最大的赢家 更令这些选手没有想到的是 在接下来的两年中 这座奖杯的主人就没有换过 克兰斯顿实行了爱美奖的三连冠 使自己的事业达到了巅峰 同时 英伦帅哥斗森汤姆·希德斯顿 古神华伦巴菲特和小甜甜布莱尼等人 都成为了他最忠实的粉丝 甚至奥斯卡影帝安东尼·霍普金斯 在看完整部剧集之后 亲自给他写信称 你的角色是我见过的最佳表演 没有之一 这个行业有着太多的吹嘘 与令人作偶的事情 甚至连我都有点失去了信仰 但你的表演震撼了我 更让我重拾信心 大火之后 他并没有急着在各大影视作品中疯狂刷脸 而是静下心来 把自己表演舞台 换成了安静的百老会舞台 2014年 他主演的《总统之路》 吸引了不少观众前去观看 其中甚至包括政客 而他在其中担任的角色 则是国外第36任总统林登·詹森 电影讲述的是 1963年 肯尼迪总统遇刺后 身为副总统的他 担任总统 直到1964大选继任的故事 据悉 这部戏也堪称话剧界的直排屋 纽约时报 曾这样评价这部舞台剧 观众不完全都是想要去了解 曾经的总统都经历些什么 他们最想要看到的是 克兰斯顿这位优秀的舞台剧演员 他十二张持 十二柔软的演技 很好地征服了所有人的心 台上一分钟 台下十年功 能塑造出一个如此成功的角色 自然离不开克兰斯顿之前的准备 据了解 为了还原人物脸上的大耳锤 他不惜从医院弄到一堆包皮组织 并做成一对大耳朵 粘在耳侧 可正是因为这一对多出来的装饰物 他需要承受生带严重受损的痛苦 为了缓解病痛 每到出演之日 他都不会和任何人进行交流 努力的人终不会被辜负 同年 他凭借这部作品 荣获托尼奖话剧最佳男主角 再次名利双收 站在领奖台时 他表示自己的下一个目标 是奥斯卡最佳男主角 于是 他去出演了好莱坞的黑名单 可尽管不少人在看过这部作品之后 声称他将是下一个奥斯卡影帝 但他最后还是输给了神鬼猎人的小李子 不过他没有微商许久 而是再接再厉 继续在其他影视作品中 贡献出精彩的演技 另外 虽然实力强劲 但克兰斯顿认为 运气也是能在影视圈内 大红大紫 不可或缺的因素之一 他称 艺术圈的很多人 有时意识不到 你有天赋 能坚持 有耐性 但如果没有运气的话 你的事业 很有可能永远都不会成功 他还提到 他的偶像是曾帮他 争取过几个出名机会的演员 汤姆汉克 不仅仅是因为对方帮过自己 还因为后者在片场的得体表现 让他学到不少 也意识到 不论从事什么行业 都不能失去人最基本的道德 以及善良的那一面 因为绝命毒师火了之后 无数人曾好奇过 克兰斯顿的情感问题 同他父母的悲剧一样 他有过两段婚姻 第一段是和一位作家 但当时两人都刚成年不久 年轻的少男少女 自然不太懂得婚姻的背后 不只有甜蜜的爱情 还有沉重的家庭责任 所以他们的婚姻 仅仅维持五年 就以分手画上句号 第二段则是念缘罗宾·迪尔登 当时两人在片场相遇后 便对彼此倾心 不久后他们举办了婚礼 并且恩爱至今 虽然是相伴了33年的 好莱坞模范夫妻 但克兰斯顿从未美化过婚姻 也从不在外人面前扮演完美丈夫 他曾向媒体透露 自己一度被婚姻中的琐事 而患上焦虑症 所以我会和妻子一起去参加心理辅导 之后我们对婚姻的协议是 只要任何一方认为有必要去辅导 另外一方就不能反对 我不想像我的父辈一样 把心理问题当成精神病的典型表现 目前两人的女儿已经顺利 从南加州大学毕业 同时她曾在父亲主演的绝命读诗中 出演了一个小角色 对于是否希望女儿和她走上同一条演艺道路这个问题 克兰斯顿的回答是 我和妻子都只希望她能找到属于自己的道路 而且她比我机灵多了 她应该知道怎么做出选择 如今克兰斯顿还有狠的作品即将上映 对于表演 她最大的感受是 能体验到各种人物的人生经历 而每一次的经历也都让她充满力量 她说 我想要这些体验 当我去世的那一天 我希望自己耗尽一切 留下的都是精彩的一切 愿这位真心热爱表演的男演员 能再次创作出令自己满意的作品 最后如果喜欢这部影片 别忘了按个赞 或是分享给身边的朋友 感谢您的鼓励 我们下期再见